第177节 贞观四年五月初 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来到了长安 整个长安城净水洒街 黄土电道 就连这些日子已经到达建筑委期的新画坊工地都停工一天 这是天子正式出行的架势 已经有好些年没有这么干了 皇帝总说 劳民伤财只为他一个人 不是一个好皇帝该做的 如今却大张骑士的进行 还下令晚上可以张灯结彩 宵尽晚两个时辰 不由的让长安市民议论纷纷 不知是因何如此 好在没有迷惑多久 宫里传出了消息 高州总管上驻国 吴国公冯昂 进京进建 房玄陵率领百官于城外三十里迎候冯昂 然后呢 皇帝步行出宫 在宫门迎接这位历史上为民族大统一做出卓业贡献的 显夫人之孙 云叶也认为冯昂一家接受怎样的礼遇都不算过分 随末之时 这位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已经空土两千里 超过了汉石的赵佗 有人劝他 趁着礼堂立足未稳的机会 学赵佗自立为百岳王 被这位极为睿智的大将军直言赤退 我市居南岳 弃以五代 作为岭南边疆大力的也值我一姓 子女钱财我都有了 人生富贵像我一样的也不多 我常常担忧的是如何才能无愧于先人所创的 公事累计 怎敢擅自称王呢 贞观元年 冯昂曾经拒绝来朝 不消说 是被李二干的事情给恶心着了 恼羞成怒的李二 准备派江陵假兵讨伐 被魏征劝住 事实证明魏征是对的 冯昂在最好的造反时节都没有反叛 怎么可能天下太平了才开始造反呢 为了让小心眼的李二放心 他的长子冯志黛入朝侍奉皇帝 如今就在书院里 这家伙在找出防治瘧疾的良药清高之后 获得了两贯钱的奖金 在书院呢 趾高气昂的大肆挥霍 请李刚先生啊 为其老祖宗显夫人做祭表 又请孙思苗为其父检查一下身体 前面两位自觉只收半价 只有被请来做厨子的云烟 狠狠的宰了他一贯钱 老奶奶对于冯昂 也是闻名已久 不是因为他的战功 而是因为他有三十个儿子 如今他老人家每天没事就盯着星月的肚皮看 看到星月脚步轻盈 伸手交界 就叹气 怎么就没动静呢 种萝卜 都需要等待时间才能发芽呢 奶奶这是 盼孙子 有点心切了 星月在云烟的熏陶下呀 对这种事情就习以为常 加之 自己一向身体健康 孙先生呢 也说 子嗣啊 只是迟早的事情 不用着急 所以就放下心思 全力接管云家内院的大权 徒留下奶奶独自伤感 冯昂的菜谱不好定 智代说他老子口很粗 什么都吃 什么都敢吃 颇有厚实 岭南人的气度 螃蟹是少不了的 只是现在的吃法 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 拿糖 腌起来 黏黏乎乎的一盘子 就端上来了 长孙冲 还趁他得意的问呢 啊 从来没吃过这东西吧 看到云烟细虐的目光 只好尴尬的收回显呗 吃了一顿呢 就永远都忘不了了 无他 吃糖而已 螃蟹的鲜味 一点没吃出来 全当是吃糖 清蒸螃蟹 配姜醋 黄酒 足以 在代质的强力要求下 红烧肉不能烧 丸子不能烧 糖醋排骨不能烧 这叫花鸡 怎么也得来两只吧 他老子饭量大 每顿饭一斗米 别的好说 这一顿饭一斗米的屁话 把云野给惹毛了 揪着这质带 要他讲清楚 你老子的胃有多大呀 还一斗米 两斤米就足够你老子吃了 最讨厌他们的这些个形容词了 不准确不说 有时候还会引发起义 李二与冯昂 君臣相处的极为融洽 从宫外携手回到太极宫 这番奏队 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半晚 这对任何事情都处理得极为利索的 李二来说 非常的难得 奏队结束后 有三道旨意发下 其一呢 就是冯昂的吴国县公 禁卫越国郡公 十亿八百户 因两子 其二呢 准其对散居各地的辽族进行清剿 使其王化 其三呢 李安兰 禁寿阳公主 由于下家辽王猛茶在先 猛茶谋刺在后 这婚事啊 依然有效 酌其前往辽地安抚百姓 从猛茶亲近后裔中挑选辽王 辅助辽王管理 化外之民 使其归心 云叶听到旨意 心都凉半截了 好一个狠心的李二 杀其王夺其土 现在又要善其民 把李安兰的最后一点用处都要炸干净啊 投靠在锦德殿的梁柱上一言不发 这对妇女 一个家国天下 心硬四铁 一个全与熏心 婉转千回 貌似这样的结局是一个大欢喜的结局 各取所需嘛 没有亏待哪一方 取得了完美的平衡 李二找到了一个安抚辽族的最佳人选 李安兰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权利 八百里南疆 足够他一生辗转腾膜了 螃蟹熟了 厨子们挑了最肥美的装了一篮子 云叶亲自调了姜畜枝子 放在了瓷碗里 请兰陵给李安兰送去 八岁的兰陵吃得满嘴流油 把螃蟹爪子咬得咔咔作响啊 提着篮子 却在埋怨这云叶小气 只给他两只螃蟹吃 这东西是大寒之物啊 兰陵一个心肺偏弱的小女孩 哪里能多吃啊 在得到一只叫花鸡的许诺之后啊 才极不情愿的去了李安兰的小楼 望着远去的兰陵 云叶大发脾气 把厨房里的厨子全部撵了出去 自己挥着刀猛砍排骨 一整只猪的排骨啊 被他乱刀剁得稀烂 气喘吁吁的 把菜刀扔在一边 扶着腰喘气 你既然喜欢 当初就该把他要回来 你知道吗 我和陛下一直在等着你求婚 你没有 反而躲得远远的 既然不喜欢 陛下如何安排 关你何事啊 现在发这些不值钱的脾气做什么 没回头就知道是长孙 拧着脖子说 一个女孩子到燕障之地 不知她能不能活下来 还要担负辽族的安抚 她能胜任吗 一看你就是个没出息的 这是一个美差啊 八百里的王呢 古时得封国也就不过如此吧 多少人把头磕破了 想得到这个差事 只有你头一个想到 那里是燕障之地 我们的祖先 辟土开疆之时 何处不是燕障之地 不都是用血肉才换来 今日的花花江山吗 安兰是皇家的女儿 注定了她要为大唐粉身碎果 不要以为宫里的孩子们 享受荣华富贵都是应该的 这些将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把安兰看错了 她如今恐怕正在得意的大笑 而不是哭泣 你的螃蟹现在送过去 倒也应景 刚好用来择酒 一席话把云叶说得是哑口无言的 的确如此 李安兰现在是在庆祝 而不是在哭泣 皇家的人都是怪物 包括长孙 他们看事情 不是看情谊 而是看效果 简单直接 能一刀砍死敌人的 就绝对不会用第二刀 在权力面前 其他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抛弃 或许大概自己想错了 李二不是在惩罚李安兰 而是在补偿他 有房昂在 李安兰的岭南之行 连风浪都不会起 在李安兰进驻辽竹的时候 房昂一定会把辽竹 收拾的服服贴贴 让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怎么 想通了 如果心里放不下 就多给他出点发财的路子 免得他过去遭罪 你想一个法子 顶他三年之功 我那女儿现在还没嫁人 就是寡妇了 想来也可怜 作为老友 你不尽心 谁尽心呢 云叶愕然的转过头 瞅着盛装的皇后 这太惊奇了 话说的如此暧昧 好像云叶真的和李安兰有过什么似的 完全不像皇后为人处事的方法呀 云叶 如今陛下和越国公的奏队就要结束了 你的饭做的如何了 既然收了人家智带的一贯钱 就需要把事情做好才是啊 为了你的一顿饭 智带把他们冯家在岭南立足的根本都拿出来换了两贯钱 支持你做一顿宴席有何不可呀 再说了 吃饭的是陛下和越国公 还降不了你的身份 长孙拿着那双大眼睛 无辜的看着云叶 似乎刚才那番话 他从未讲过 让皇后 尤其是长孙说出那话 是何其的艰难 这得感谢呀 皇帝和国公正式的奏队 一个大肚子的皇后还不方便露面 螃蟹不敢给孕妇吃 但是一大碗肥胶子肉似乎很合他的口味 蒸的是香酥烹烂 极为可口 上回就发现他很喜欢吃扣肉 或许是怀孕的原因 胃口大开 卷着荷叶饼吃了好几条子 皇后要是管御厨 要肥胶子肉 那会把厨子给吓死 能提供方便的只有云叶 在长孙眼神的鼓励下 云叶从蒸锅里掏出一大碗扣肉 还有一盘子塞了糯米的莲藕 装在石盒里 又往里放了好多的荷叶饼才停手 长孙的贴身侍女 面无表情的把石盒拎在手里 扶着长孙 鸟鸟挪挪的走了 鸿门燕的故事把智带吓着了 不惜用祖传秘方换取自家老爹一顿安稳的饭食 在他看来这是极为划算的 还找了一个云叶屋把拒绝的借口 那就是书院的奖励 用那两贯钱 云叶明知道是被利用了 也不会心存芥蒂 因为这一切都是按照云叶的规矩进行的 三十几岁的人还非要到书院求学 当时就感觉到奇怪 求学吗 多高尚的行为 夫子曰 招闻道 惜死可也 谁会想到他居然怀着目的来的呢 摸着胡子和一群白面少年一起求学 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感觉 在学堂一坐就是三个月 求学问道之心丝毫不雅于少年人 跟随孙思淼进山采药 也尽心 从不耍世家子的脾气 无意中发现清靠可以治疗瘧疾 让孙思淼啊 惊为天人 在书院历会上 极力的为智代争取了两贯钱的奖学金 至于智代用这两贯钱做什么 老孙就不闻不问 在他看来呀 没有什么事比一种可能有效的治疗瘧疾的好药物更重要的了 得到云叶的许诺后啊 智代又去恳求皇帝 希望啊 给他老爹接风的这顿饭由云叶来做 好让自己的父亲也感受一下自己的一片孝心 人孝天下吗 李二没理由拒绝 笑呵呵的答应了 只是把云叶喊到店后劈头盖脸的一顿臭讯 还说他没脑子 怎么谁都可以抓起来利用一下啊 以后要是再敢胡乱做着就把他腿打折 最讨厌和李二说话 以前呢 还有心思给他禁言 想要逐步改变李二已经僵化的头脑 造福于万民 让大唐啊 不走弯路 谁知道现在快被他给童化了 整日里为了家族的繁盛努力 还干的无怨无悔 空化什么也改变不了 话说一千遍 不如自己动手做一件事情 大唐的体制在李二君臣眼里已经完美无缺了 无需要太大的改变 他甚至开始制定一个叫地范的东西 比历史上要早了好多年 想通过自身的实践来摸索出一套皇帝的规范 且万事不宜 云叶呢 把统称为IS-9000系统 自恋到如此地步堪称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做皇帝需要与时俱进 不是墨守成规 事物总是在不停的变化 朝堂体制也是如此 要是以后的皇帝通通按照他的样子 云叶可以端言 大唐天下 尝不了 装菜的东西全部是银器 量到极致 反而有点发暗的感觉 看着厨子们用各种食材装扮饭盘 就有一种回到后世的感觉 御厨们也做了一道菜 那道菜云叶还做不来 就是叫什么 昏羊莫乎 这是皇帝款待贵宾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这羊啊 培考的金黄 不停的往下流油 一把一把的胡椒撒上去 也不知还能不能吃了 厚厚的胡椒 把羊肉啊 包裹的严严实实 辛辣的气味 让人喘不上气来 这个云叶不管 是皇后啊 特意吩咐的 五十几岁的冯昂 坐在那里如同一座山 岭南人传统的幽黑脸堂 泛着红光 与李二不实的开怀大笑 旁边陪坐的房玄玲 代质也是笑意吟吟 场面亲和 君臣和睦 云叶走了进来 后边跟着一大串宫女 每个人都捧着一个硕大的银盘 鱼贯而入 李二是个大方人 既然这云叶喜欢揽事情 就连宦官的事情 也一起做了 让他呢 把人情落个十足时 此情此景 会让冯昂记一辈子 反正得力的会是李安兰 这个人情 云叶岭的效果 远远超过故意诗人 苦着脸的云叶一进来 方玄玲就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今日托越功德福 这玄灵 终于可以尝一次 人间极品美味呀 啊 冯贤之苦心一片 为老妇能享用真正的美食 拼尽全力获得书院奖励 实在是难得 阅公 好福气呀 没等冯昂开口 皇帝先说了 这小子 这小子 得吃食一道 尤为擅长 倒也 撑得上一绝 他做的美食 朕 都没吃过几次 要不是致带 把他逼到角落里 无力反悔 冯青 你也未必吃得上啊 冯昂赶紧站起来 对云叶说 哎 犬子胡闹 还请云侯莫怪呀 要怪就怪在 我这个贪吃的老头子 哎 这份人情啊 容冯昂厚补 云叶给李二施了礼 才对冯昂说 你儿子冯志黛 学习刻苦 并且有重大发现 因此 获得了书院这一期的奖学金 书院有言在先 这两贯钱 可以请书院的先生 做一件事 云叶公为 书院先生 自然会遵守制度 岳公切莫说什么 人情不人情的 让小子作难呢 要是万一起了贪心 上门讨要 还请岳公 不要嫌烦才好啊 李二对云叶的这番话 极为满意 放声大笑 房泉领也跟着大笑 只有冯昂的笑声 是最洪亮 己欲穿透乌极